今天受到疫情影響 这实体的活动减少了 大家都不出门买饮料了 你也不出门逛街 所以相对的就是人 只要是人潮减少 相对在我们在实体店里面 那些业绩会受影响 那相对就会影响到我们供应商这边 受到了蛮大的冲击 以前半年来讲 大概比往年同期衰退的 差不多有三成左右 报名了提案的光点品牌 加速机款 结合爱门隆的开拓不同的市场 提升品牌知名度 这次选定日本市场上架 可使用这个线困方案 它都有补助 真的是相当实用 希望台湾的企业界 都能广泛的去应用 这个国家提供给我们的管道 以我们供应商的角度来说 就一直对一般消费者知名度来说 就是会比较少 那就是刚好有这个方案 我们用推特进行网络的曝光 对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让我们公司有更多的曝光的管道 所以这些派出来的照片和影片 其实跟我们以往所制作的 品质好很多 那当然有了最好的题材以后 我们就把它做了很好的编辑 那像每一年我们 譬如说都会有 这个ComputeTabs 或是到国外去参加这个展览的时候 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现场都会做很多的播放 那这些照片跟影片 其实都会派上用章提供我们编辑的材料 厂商能够藉由在这个营运困难的期间 得到这个网络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其实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